96岁女王预感要离世,最想回到巴尔莫勒尔,菲利普曾在这里求婚 伊丽莎白女王寿终正寄,生前和身后都风光无限,英国国葬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其实96岁的女王预感自己即将离世,最想回到巴尔莫勒尔,菲利普曾在这里求婚,也是美好爱情开始的地方 众所周知,女王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白金汉宫只是半宫的地方,行宫才是女王休闲旅游和度假圣地 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根据外媒爆料,伊丽莎白女王预感自己即将离世,主动要求返回巴尔莫勒尔城堡 女王在行宫中平静离世,身穿条纹的制衬裙,安妮公主和查尔斯全程陪伴在身边,过世原因居然是高龄 女王的一位朋友透露,伊丽莎白女王预感自己快要离世,于是决定回到苏格兰养老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女王还出席了最后一场公务,任命特拉斯为英国首相 根据每日邮报透露,女王在最后时刻很虚弱,因此才会执意来到苏格兰 行宫中的医疗资源显更好,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也可以给女王满满的安全感 但是王室的工作人员透露,女王在过世之前已经有所感觉,甚至计划在苏格兰离世 有一种说法是,女王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一直待在这里 皇家医生爆料,女王过世的时候很安详,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类似于寿终正气 女王并没有被病痛折磨,只是因为腿脚有问题,必须依靠拐杖行走 正是因为女王的凝聚力,苏格兰才没有被分出去,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室专家汤姆迪瓦恩认为,苏格兰和英国当局的矛盾一直存在 只是迫于女王的威严才没有分裂 伊丽莎白女王甚至计划死在苏格兰,这是送给英国最后的礼物 美日快报的政治编辑萨姆里斯特爆料,女王已经预感自己大险将至 难怪想要回到自己深爱的巴尔莫勒尔,尤其特拉斯女士反对军主制 因此,女王必须做好最后的安排,才能够放心离去 很难看出,女王已经96岁高龄,出席最后一场公务,一切照旧,甚至根本不像病人 苏格兰民主党一直想有所动作,因此,女王必须坐镇巴尔莫勒尔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要为国家统一考虑 难怪伊丽莎白女王选择永不退位,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裔 根据外媒爆料,巴尔莫勒尔堡不光是度假圣地 更是菲利普亲王求婚的地方 行宫距离白金汉宫,有九小时车程 可以远离外界的纷纷扰扰,过短暂的田园木戈生活 女王的一生都生活在美光灯下,出生成长到结婚生子,甚至连死因都必须公布 只有停留在巴尔莫勒尔堡的时候,才有独处的时间,认真审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女王居住在巴尔莫勒尔堡的时候,才能体验难得的烟火气 菲利普亲王是家里的搞笑担当,释出了名的喜欢烧烤,带给了女王无数美好的回忆 可以说女王是世界上最酷的老太太,人生的最后时刻,还坚持完成了任命仪式 当时手部全是狱青,但还是穿戴整齐亮相,甚至还为自己化了淡妆 巴尔莫勒尔堡最早可以追溯到1390年,占地超过6000万平米 最早的主人是维多利亚女王,这里有浓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更是菲利普亲王求婚的地方,难怪女王会爱得深沉 菲利普亲王离世之后,女王的心像是缺了一块,一直处于悲伤的状态 为了转移注意力,安德鲁王子还专门送来两只客机,希望可以给女王送去安慰 上世纪40年代,年纪21岁的伊丽莎白,嫁给了年轻帅气的菲利普 当时,英国刚刚经历过二战,处于百费戴心的状态 因此,婚礼并没有大操大办,没想到两人携手走过了一生,成为了童话爱情的典范 1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一场皇家婚礼上邂逅了菲利普亲王 互生情愫后修成正果,难怪女王最后时刻,想要回到巴尔莫勒尔堡 这里承载了太多故事和回忆